成立于1967年的洛杉矶华星足球协会 最初是以满足华人足球爱好者的需求 利用周末大家以球会友过过球饮 为让足球协会能够长期服务华人 1967年在华部东方书局老板张永忠的支持下 成立了华星足球队 华星足球队也是男家第一支华人足球队 球队最初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 球员包括学生、商店老板、公务员、医生 和律师 但47年走来 华星足球队也不乏中、港台退役国脚先后加入 如李国宁、蔡锦彪等昔日名将 华星足球队曾经参与每家华人足球大赛 世界华人足球大赛 屡夺冠军 又多次往中、港台比赛访问 今年更补南韩 参加元老级国际比赛 获得殊荣 经历了47年的风雨历程 华星足协在取得辉煌赛季的同时 也遇到很多困难 但经过球员一起努力 成就今日的成绩 本期天下纵横谈 有幸邀请到华星足球队会长梁伟青 以及两位会员来到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天下卫视国语台 本周六晚8点 以及无线台周六晚上9点 播出的天下纵横谈 与您纵谈属于华星足球队的天下 本周六晚上9点